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轉魚 今天是2023年9月2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 一風未平 一風又起 因為海葵的預測路徑大修訂 向西移300公里 簡單來說又有機會影響到本港 最新的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討論 看看下星期是否又打風 另外亦講講市面上的各大情況 據報九龍灣的大排檔梵布都被吹掉 頓時變成露天茶座 蘇拉的破壞力也不容忽視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一封未平 一封又起 台風 海葵 預測移動路徑 向本港西移300公里 有機會變成蘇拉2.0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熱帶氣旋蘇拉為香港帶來10號風球 到今天是9月2號凌晨3時40分 才被8號風球所取代 對香港的威脅至少延至今天下午 一封雖走 但有另一封正在靠近 天文台等東亞官方氣象機構大幅修改 懸疑吹襲台灣至福建的另一個 熱帶氣旋海葵的預測移動路徑 向南移了300公里 下星期二是7月5日凌晨在本港東北約某400公里的 月敏膠界登陸 屬於東東熱帶氣旋 加上埋岸的時間會逐漸由台風減弱為熱帶風暴 天文台的九天天氣預報 只顯示下星期二本港吹和換3至4級的東風 根據HK01的另一則報道 下星期是否再打風 天文台估計海葵下星期一會逼近香港 報道內文就提到 星期二9月3日明天 海葵會逼近香港800公里範圍 下星期一9月4日更加會穿過台灣逼近香港400公里範圍 星期二9月5日在香港東面任何400公里範圍登陸 直催香港機率暫時最高兩成 美國全球預報系統和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都有相近的預測 本港天氣下星期仍然不穩定 根據天文台的預測 本來九天香港都有驟雨 星期二9月3日到下星期二9月10日暫時最高吹6級風 大家出外的時間一定要留意天氣消息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一封未平一封又起 海葵的預測是大幅度修改的 向香港這邊移近300公里 結果接下來星期一又有機會會打風 不過說到那個風力當然和蘇拉不能相比 不過怎樣說都好 各位都要留意天氣情況 未來一個星期天天文台的最新預測 基本上天天都下雨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九龍灣大排檔的帆布被吹脫 頓時變成露天茶座 滿地樹枝樹葉 報導的內容提到 颱風蘇拉一集說 8號東南列風繼續生效 本港多處受勁風吹襲 嵐樹嵐棚架隨處可見 其中九龍灣啟業村的東菇亭大排檔 有店舖的屋頂帆布 懷疑在昨晚被強風吹走 記者在今早九月二日到場視察 發現多個舖位都被吹脫屋頂 頓時變成露天茶座 沒有遮掩 地面遍佈大量截斷的樹葉和樹枝 場面臟臟混亂 至於碩士東菇亭的大排檔沒有受影響 有大排檔今早凌晨在IG發言 說店舖整個頂吹走了 表示會盡快搶收 但堂食將會暫停幾天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最重要是人沒事 整個頂吹走了 結果變成露天茶座 據報昨晚風大雨大時 那些破壞也不少 相關的大排檔都可以說報平安 說店舖整個頂吹走了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說到星島日報報道 天台鐵皮屋的新鐵山峰遭到吹走 壓爛了瓶子的玻璃 報道幾天就提到 受到颱風鬆拉影響 多區都有塔樹、塔棚架的報告 就在今天 9月2日凌晨2時多 荃灣仲安街53號3樓 一間鐵皮屋的新鐵山峰 疑似底受吳絕強風被吹走 多下馬路壓爛了一部瓶子私家車 私家車的天窗、車尾玻璃和車頭琴都受損 有屋宇署人員到場了解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報道 說的是幸運沒有人受傷 這應該是來自荃灣天台鐵皮屋的新鐵山峰 另外也說過這宗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乘客遞上一張100元人民幣 差幾元才能給車費 不是的士司機拒絕收網上公審 不過一原因遭到批評 報道記錄文提到 這個事主在Facebook群組的的士司機資訊網 TES就表示日前接載乘客到目的地之後 一百零幾元 對方只是用一張100元人民幣 約我107元港幣來給車費 但事主多次說如果我收100元人民幣 就是對錢是我犯法 最終對方遞上兩張100元人民幣 事主找90多元 但卻沒有交代是否用港幣去找 事主時候批評對方是窮客 強調最重要是不要被人欺負 自己也過不了自己 鐵文印尼網友的批評 有錢給也叫做窮客 也有人說人家給100元人民幣給你 當你一百零幾元你怎會蝕底 除非你不收人民幣是一回事 你又收的 又法律界上身說法律 但也有人賺司機 香港法定貨幣是港元只收港元 司機沒有法律責任去幫客人兌換 標投銀碼多少就收多少 收不收客人的人民幣是司機的決定 有傳媒在2013年曾經向運輸署問 的士司機可不可以收人民幣 處方當時回應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的士不但要按標收費 而且必須要用港幣來計算 目前運輸署的網站交代的士收費長程的時間 都是列明銀碼是港幣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網絡熱話一則 剛才說的士司機就說 我收你100元 但一百零多元的車費我不允許 對方結果給了兩張一百元的人仔 司機再找錢給對方 不過究竟找什麼錢就不知道 整件事怪怪的 其實香港現在這一刻 條文就寫是要收港幣 不過到近年越來越多不同的旅客 估計的做法都已經有所不同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堅離地城組合屋吹下街 壓爛了一部客貨車 報道的流行文提到 今天9月2日早上10時多 堅離地城口和街一座組合屋 被強風吹下街 壓縱停拍路邊標位的一部客貨車 客貨車的車頭嚴重損毀 擋風玻璃爆裂 事件當中無人受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整間的組合屋都可以吹下街 不過都是那句 幸好沒有人受傷 只是擇中車輛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颱風蘇拉集港期間 一共收到12006宗的塔樹報告 新增一宗新泥傾舍 75人受傷求疹 報道的內文提到 農民政事務總署中午12點 在各區一共開放了40個臨時庇護中心 至今一共有511個人入住 另外截至中午12點 消防署、政府123電話中心 和康諾及文化事務署 分別收到969宗、234宗和3宗的臨時報告 總數是12806宗 另外截至中午11點40分 一共有75名市民 分別是41男34女 在風暴期間受傷 前往公立醫院急症室求疹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嵌樹的個案也挺多 各位網友說在八項風球 除下過後出街也要多加小心 未知市面的情況 另外也有75位市民 在風暴期間到醫院求診 暫時未聽到有嚴重的個案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